Halloween快到了 你們有沒有籌備一下 做一些事來慶祝一下 我今天用南瓜來做一個食譜 和大家分享 把南瓜洗乾淨 然後開蓋 把裡面的瓜籽刮清 然後放在水裡 蒸15分鐘 把肉刮出來 有半磅不同種類的菇 菇不用出水 長的切一段段 如果一個過的菇 我們要把它切片 我們有種草菇 我就要出水了 因為有噎味的 我們要脫掉它 把粟米芯斜切一粒粒 蘆筍切一段 在水裡放一茶匙糖 然後放在水裡 這樣才可以保持蘆筍清綠 油炸鬼切薄片 一會兒用來炸脆 馬蹄切細粒 把3-1茶匙油放在碸裡 把鹽去炒 во少於少許的水 蓋盖 要砋半分鐘 打開蓋 將粟米芯揉 放下加少許的水 再蓋 Got 总共煮一分钟 一分钟后,把马蹄粟米芯笔上来 烧红锅,1茶匙的油 把红葱头,姜蓉和蒜头 放入锅中炒香 然后加入菇类炒 炒香 一定要耐性炒一分钟 放半茶匙的胡椒粉 蘸一汤匙的酒 放半茶匙的糖 和半茶匙的鸡粉 放入马蹄和松果心 放一汤匙的蚝油 放一茶匙的生抽 放一茶匙的生抽 放些红椒粒 放出水的芦笋 放入蒸好的南瓜 放入蒸好的南瓜 放入蒸好的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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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让我试一下这个 那么好玩 又有趣 充满自然气氛的菜 让我试一下 酥味芹 很爽脆 而且味道很好 在Halloween的节日 放入蒸好的鸡粉 小鸡粉 也很喜欢 每个人都开心 喜欢的 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留意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多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